娱乐中心凌云轩报导小甜甜长文让网友涌入 佳琪脸书踏伐 有人爆料白佳琪国中霸凌同学 翻摄自白佳琪脸书小甜甜 昨午日在脸书上写下五字长文 类似自己被家暴的过程 甚至想要逃离 梦时还被一起发光教会成员送一名 成为灵夫 即吴东彦 白佳琪夫妻制止 一篇贴文让许多网涌入白佳琪脸书留言踏伐 甚至有一名疑似是 佳琪国中同学的网友翻出往事怒轰 你真的是没改变 一样还在霸凌他人而不自省 小甜甜五日文控诉遭老公家暴报警 第一时间吴东彦和白 起夫妻就赶到警察局外赌人再回家放尸割倒 阻止他验伤 当时白佳琪向他表示 其实祝福一要进来你们家里的 但是你自己不愿意原谅饶放下 甚至要小甜甜想象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秘 是你没告诉任何人 这一辈子都生怕被任何人到的 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 你就忍下来 把这件当成心里那个不能说的秘密不行吗 让网友看眼 纷纷涌入白佳琪脸书留言踏伐 白佳琪遭暴中霸凌同学 图翻设字白佳琪脸书一名字称是 佳琪国中同学的网友留言表示 从国中到现在 真的是都没改变 一样还在霸凌他人而不自省 地理打压欺负包含盗窃财物 台面上却是谎言 一哽咽 操弄暗示 你那哽咽的影片有人传给我 了 这些我在国中都经历过的手段 你完全没变 更痛批白佳琪一心只注重自己的权力 展现经设计的人设 若未来同学会有机会相见 希望可 看到历经这次风暴而理解被霸凌的感受 焕然 新的白佳琪 强调身为霸凌受害者要的从不止 道歉 而是加害者的将心比心急悔改 这应该就你所谓的秘密之一吧 公亲辩饰主是很烂得及 你国中十字编字眼的谎言 比公关写的还要高 许多 加油好吗 这则留言吸引400多个赞 网友分 回复原PO此文不能沉 天啊 完全是真实版的黑暗 要你辛苦了 让我想到黑暗荣耀台湾真人版 黑荣耀台湾版第一季 拒绝暴力 请拨打11万3110教育不返 零投诉专线 1953尔文网路防护机构网安专线 022577万5118服务时 周一至周五九 00到18 00 101 后一度是帮助单线 5154万5114 106万5134万5123万513-154万5134万5136万5145万5123万5154万6 un4151不投诉